第96屆奥斯卡提名一经揭晓 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许多万众瞩目的明星都没能入围 2023年现象级电影《巴比》 共获得八项提名 可惜导演格丽塔·杰维和女主角马格·罗比 都无缘最佳导演和影后 另一部电影《花月杀手》的男主角 李奥纳多·迪卡皮欧也与影帝失之交臂 尽管《巴比》在去年夏季的票房上名列前茅 但今年入围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却是由英国导演诺兰指导的奥本·海默 这部围绕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电影 共获得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等13项提名 而扮演原子弹之父的演员习尼莫菲 也将角逐最佳男主角 最终各类奖项的获奖者 将由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1万多名演员 制片人、导演以及电影工作者共同选出 而颁奖典礼将在3月10日举行 届时脱口秀主持人吉米金摩将再次担任主持人 新调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